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桌面上的课数都相对一百八十几课 二百来课 再往上三百来课就稍微少一点 所以初学者来讲那就是一百八两百多课也行 因为你画的初学的时候都够用 咱们讲够用就行 不要浪费 然后如果画的好 或者是你想画的专业一点 画更长久的作业 你就选课数重一点的这个纸 就是要重 课数要重 然后纸的这个字感你要选 你像有些纸太破了 那纸就是压得不过实 是吧 一插就起毛 一插就起毛 那纸就压得太不实了 那个纸就不好 你要买的稍微厚一点的纸 压得很一点的纸 这样它就比较耐用 专业一点呢 就像我们在画人像 画一些探笔的时候和一些铅笔 稍微长期一点 作业的时候 我们选的都是重 重刻数的纸 就是那个纸的重 刻数非常重 然后呢 我个人用呢 就多数情况下 我用的是光面的水彩纸 因为它那个纸压的那个度非常好 然后表面上那个光滑度也很好 这样刻画细节的时候就会很精彩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理解 铅笔 探笔 牌子不同的使用感受 首先说铅笔嘛 铅笔的话呢 现在就是你买的时候要自己试一下 看看铅里面的质量 里面不要有这个什么 什么里面那个小疙瘩呀 什么这类东西 以前都有啊 现在这个产品质量应该还行 但是这个从我自己这个使用感受上讲 就是不是宠阳媚外的问题 我确实用的感觉有些这个有些镜头的笔还是挺好用的 还是挺好用的 探笔的话呢 现在国内的做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了 这个倒是不错 探笔国内的牌子我没用过太多 以前用过马力的那个那个实在是那个不敢恭维 我自己用的是一个美国牌子的那个探笔 还算好用吧 就是刻画细节啊 还都好用一点 都挺好用 大面积的时候就用碳粉 或者是用碳棒 有碳棒 有碳粉 拿这个画大面积的 然后细节的时候用这个 用这个碳笔可以刻画一点细节 他说这个摩擦过破纸 这个问题咱刚才说完了 就是纸压的那个强度不够 纸不够实 纸太松了 这种纸就尽量你别用了 不好用 因为不管是初学还是这个 还是你稍微画的时间长点的人来讲 工具上还是用的稍微顺手一点好一点 还是要稍微注意点 稍微刻数大一点 会好用 新手用最简陋的工具和这个高级工具 这个我认为倒是没啥差别 就刚才咱们说的 就够用也行 就够用也行 不要奢侈 还有一个就是用东西大家要节省 因为这些年我这个实际经验就是这些 现在的小孩对于工具的这个爱护啊 还有材料的使用都有点太浪费了 要节俭一点 节省一点 要一点点认真一点 尤其是画到这个好一点的时候 那个水彩纸都非常贵 对啊 阿斯的那个细纹的水彩纸 我们买了一个一张大概十五刀 大概七十两块钱左右 六七十块钱一张纸 所以我们用起来都非常小心 虽然它很耐用 但是我们用的时候也是比较小心 我希望大家就是能够稍微对这事儿 稍微重视一点 不要把那工具乱扔啊 摔着碰着铅笔一摔就炸铅了 就你干这个行你要稍微多认真一点 稍微认真对待你的这个工具啊 它是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延伸的部分 基本就这样啊 橡皮啊 还有一个橡皮的问题啊 树苗的这个橡皮要多准备几种啊 你擦不同的部分的时候 你用不同的橡皮 这都是工具材料上的东西 再也有 咱们前两天讲过一次橡皮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那个四片 今天主要是讲的笔的 讲讲的纸的问题啊 纸一定要选稍微好一点 然后用那个那个纸雕带啊 沾一沾呢 画起来也比较容易 过去都拿出肩扎 现在纸雕带就用的比较多了啊 那个比较牢固 画起来也比较顺畅 还有一个就是你画画的时候 后面那块板子啊 一定要注意那个光滑度啊 要处理一下 不要有的人就是画的超 后面那个板子不平 上面有小疙瘩呀什么的 它都会反映到这个 反映到这个前面这个纸上 对吧 我去年前年的时候 画过一个女孩的一个肖像 就因为她画的需要特别细 然后呢 我用的后面就用的玻璃板 然后这个纸也是那个阿斯的纸 就是三百克的纸 所以都是很硬很光滑的 这样的话我这处理细节的时候 那手呢就能稍微的更精准一点啊 就没选择那个太操的那个背板啊 所以这就是个人经验 简单的跟大家这个唠叨一下啊 唠叨一下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再跟我留言啊 我就把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啊 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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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